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实形态 国民党就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类似共产国际的国际性革命中心 接上文 蒋介石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 组建国民党的警察部队的时候是有深意的 因为他跟苏联不一样 他不想正式地跟西方翻脸 在民意上 他容许西方的一部分势力 至少在沿海的这些势力还继续存在 但是 他希望通过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组织去做到他用地上组织做不到的事情 因此 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党部 建立军统和中统的情报机构 同时更重要的是 这些支部还要深入到东北和其他地方去 这些地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打不进去 而且也不大可能打进去的地方 但是间谍机构渗进去却是很容易的事情 渗进去以后 搞一点暗杀活动或者敲诈活动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有这个必要性 他才在20年代搞出一个所谓特务事件 用共产国际的标准来看 国民党搞出来的这些特务机关其实是很拙劣的 但是从国民党自身的传统来说 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成就 在以前 国民党的地下活动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 而日本浪人 他们的做法跟战国侠客差不多 就是攻其滔天那些肆无忌惮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这些人如果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抓起来以后 他绝对不肯把刀交给英国警察 他说 我们日本武士的规矩 刀就是生命 要我的刀可以 你先杀了我 英国人只好不要他的刀 然后问他 你在这干什么 以什么谋生 他说 我们日本武士是不干经商 不干挣钱这种庸俗的事情的 武士的任务是行侠仗义 挣钱这种庸俗的事情 商人可以干 我们是不干的 英国人问他 你们吃什么 答复说 武士四海为家 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会供养我们 英国警察不得要领 头疼了半天 最后还是只好把他放了 这就是日本浪人做事的作风 跟着徐锡林和孙中山搞革命 跟他们在台湾运军火 在越南运军火 在上海和南京来回奔走当情报员的 日本浪人就是这样的 他们是一帮无纪律无组织的角色 跟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那批 有组织有纪律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蒋介石很羡慕那些 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情报员 所以国民党最初期的情报机构 是模仿共产党员 模仿周恩来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建立起来的 这样就造成另一个荒谬的结果 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刚刚建立的时候 他主要招募的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而且这一点好像不见得是受欺骗的产物 你看徐恩曾1896-1985 1927年412后参加陈果夫 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 1928年任中央组织部总务科长 1931年接任调查科长 1936年任军统局一处处长 1938年任中统局副局长掌握实权 1945年被蒋介石撤职和宋子文大县人事后 发表的回忆录 他们肯定要说是共产党打入了国民党的情报人员 产生了前撞飞1895-1935 1926年加入中共 1929年底任徐恩曾的基要秘书 1931年4月25日 蒋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 告知中共中央 使周恩来等得以逃走 前在身份暴露后逃往苏区这样的地下党的匪谍 但这一点其实是很可疑的 向前撞飞他们那种做法 你就真的很难相信徐恩曾他们事先是一点都不知情的 更有可能是这是一种默契 因为蒋介石认为他很聪明 他会向凯末尔玩弄土耳其共产党 凯末尔政府建立之初 由于没有得到协约国承认 一度与苏俄政府关系密切 这使得土耳其共产党人满怀期望地 开始在土耳其开展活动 但随着凯末尔政权站稳了脚跟 不久就发生了土共创始人穆斯塔法 苏补西和14名土共领导人被杀事件 那样玩弄共产党和苏联 利用苏联的势力来反对西方 同时又把苏联的势力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最后打一记翻天印 风神演义中的法宝 把他们全部消灭 蒋很可能是这么样搞的 而且他面临的另一个优点就是 国民党原来在军队中间有一定势力 在帮会中有一定势力 但是搞党务工作和情报工作 确确实实 国民党是远不如苏联的 肯不思劳苦地去搞基层组织 或者搞情报组织这种人 一般都是国民党左派 而国民党左派中 潜伏的共产党员是非常多的 这一点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 清党的当时 最重点被清的对象 就是国民党的各党部 所以蒋肯定是知道的 知道还这么用 一方面是他人才不足 这方面的人才 就是共产党员最多 他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共产党潜伏 另一方面 他就算知道某些人是共产党员 只要这些人打击的对象 比如说 主要是张作霖 日本人和英国人 他对这一点可以假装看不见 像钱壮飞这个人 国民党在上海和东北的情报组织 首先是他建立起来的 打击的对象 主要是张家的势力和英国人 日本人的势力 然后等到他最后 坑到国民党头上的时候 蒋介石还是把他搞掉了 搞掉他就说明 是蒋肯定是早已经注意到 他有一些可疑之处了 但是只要你这些可疑之处 没有直接损害国民党的利益 而是损害帝国主义利益 我就暂时先放长现钓大鱼 等你反过来咬到我头上的时候 我再把你一刀搞掉 这其实就是凯末尔在土耳其 对付苏联的做法 而且这个做法是成功的 所以讲很可能就是这么做的 这个做法到了四十年代后期 基本上出现了完全失控的局面 也就是说 无论国民党在东北基地 在上海基地 还是在南洋的基地 都出现了一个被篡夺的现象 就是说 也许在三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 国民党的情报机构 是有意地用共产党员 但把他们控制在 不出大事的范围内 一出大事 或者是一出现明显的危险 就把他们做掉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国民党自身的势力出现衰竭 就渐渐出现了反客为主的现象 结果 马来国民党和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 最初是国民党影响的主要对象 但是在后期 渐渐地被内部的共产党员颠覆 随着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 情况完全失控了 结果到五 六十年代以后 国民党在南洋群岛的组织 几乎全被共产党所替代了 而国民党在那的代理人 还必须反过来 跟英国人和后来的 马来西亚联邦的当局合作 为了保全 他们在华侨社区的残余势力 跟他们合作搅供 国民党的另外一个重要基地 是越南 越南国民党跟张巴奎 1896-1980 先后参加屈臣 迅明 北伐 战功显赫 宁汉分裂时 拥护汪兆明 南昌起义的军队 为其叛变的部下 抗战时期 指挥国松户抗战 后任第四战区司令 1949年后 居于香港的乐系 李宗仁的贵系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他们与其说是 法国殖民地的一部分 倒不如 说是国民党派系的一部分 在政治上讲 一直跟蒋介石 貌合神离那些南方系势力 走得很紧 抗战开始以后 国民党依靠跌越铁路 作为主要攻击线 在这个期间 越南国民党的势力 发展得最快 蒋介石和张巴奎 对他们都寄予非常重大的希望 希望将来在日本失败以后 能够借助越南革命党 改变越南的政治版图 后来富兰克林 罗斯福在讨论战后安排的时候 曾经专门问过蒋介石和宋子文 问国民政府 是不是对越南抱有野心 还暗示说 如果蒋愿意要越南的话 实际上可以把越南划给他 蒋介石一口否认了这一点 但是从当时和后来的发展来看 他实际上是口不应心的 他可能没有要吞并越南的企图 但他肯定像对朝鲜一样 他希望在越南和朝鲜 都建立亲国民党的势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 经久1876至1949 早年参加冬雪运动 1919年后流亡中国 1932年策划鹰天门事件 受其指挥的李凤昌 刺杀昭和天皇畏罪 又与王亚乔策划鸿口公园爆炸案 指挥尹凤吉在上海鸿口公园 炸死正在庆祝天长节的日军大将白川义泽等人 1935年组织韩国国民党 1944年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 日本投降后 反对南部单独建国 1949年被刺杀和他的临时政府 就是发挥这个作用的 他们本来是打算在日本投降的时候 派到朝鲜去 在朝鲜建立亲国民党的政府的 而越南国民党做得比这些更过分一点 他们在日本占领的后期 已经有了自己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 从组织角度来看 越南国民党建立的武装组织和地方组织 比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地方组织 还要稍微强一点 论前论腔都要更多一些 随着1945年 国军进入越南北部 越南国民党的势力一度到达了最高峰 他们在红河三角洲一带 以及顺化边境一带 已经有了每支人数超过五六千的队伍 但是他们的军事组织 还没有完全连接起来 出于外交上的形势 国军不得不撤出越南 他们撤出越南以后 越南立刻就发生了一场小内战 形势上讲 很像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境内的内战 胡志明的越南共产党和越南国民党 在1945年和1946年之间 也经历了一场非常残酷的内战 内战基本是按照杀全家的方式进行的 像后来南越的总统吴亭 他的全家就是在这场内战中间被越共方面给活埋了的 这场内战在进行的过程中间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势力都同时进入了越南北部 共产党后来派出的人 像陈庚这些早在法国人重返越南以前 已经在越南的西北边境 就是连接中国云南广西这一带的边境 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 在控制北越西南部和越南东北部港口的过程中间 他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越南国民党 和从广西越境进入越南为越南国民党作战的贵系官兵 可以说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期的状况来看 也就是说是在六七十年代苏联大批用先进武器武装越南以前 可以说是越南和中南半岛的军队 无论哪一方面的军队战斗力好像都不如中国军队 因为贵军派出去的那些为数不过几百人的军队 在越南内战中发挥的作用好像跟他们的人数很不相称 这些人如果是在中国内战中间几百人甚至几千人都算不上什么 但在对付越共的战争中 越共好像是非常忌惮他们 他们经常能够以一当五 以一当十的作战 最后在日内瓦谈判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以后 北约完全撤出以后 法国军队撤离了越南 越南国军在北方的势力完全崩溃了 多达一百万的天主教民兵 在仓促的逃亡过程中间乘坐美国军舰逃走 而战斗人员只有几千人 加上家属也不过几万人的这些贵军的残留部队 却好像是非常有战斗力 凭借他们的武力 一路从北越杀开一条血路 杀到南越 后来他们在南越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龙族人 其实这个族的含义跟缅甸的国感差不多 只是为了避开中国或者中华这个名词而已 其实他们就是从北方中国这方面过去的华人 越南方面和缅甸方面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只能说他们是当地一个少数民族 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在1945年和1946年的内战中 越南国民党和越共之间的战役 每次战斗中间规模最大的大概只有五 六千人到两三万人参战 战争的结果是 越南国民党的势力基本上完全被打垮了 经过这次斗争以后 越共才逐步地接管了大城市 从中央情报局在1954年发表的那个越共情况报告就可以看出 他们接管大城市的那个基本程序 跟共产党接管华北的基本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也同样是建立军管会 然后依次进行社会清理 整个模式使得刘少奇在苏北时的领导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们进驻这些城市以后 所采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打同中越西北边境 打同越南和老挝边境在这里建立秘密的交通线 等到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武装的越南国军在50年代中期重返越南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们只能占领红河三角洲这个核心地区 靠北部边境靠中国边境的地方和靠近老挝边境的地方已经无法占领了 法国人回到越南一开始就陷入一个三面被包围的状态 只站住红河三角洲 红河三角洲以北以西和以南都已经变成越共的天下 法国人不得不修建一条所谓的德拉特防线 就是绕着红河三角洲修建一个堡垒群 在这个堡垒群之内 法国人和天主教徒的民兵能够勉强维持 这个堡垒群之外 已经是越共和中国援助队伍的天下 中国援助者的主要代表是陈庚 边界战役基本上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 国民党在南洋的分支中间 一个比较小的分支就是加里曼丹的革命同盟 革命同盟实际上跟台湾的革命同盟会 是同一系列的组织 它是在以当地华人社区为主 建立的一个中左派组织 北加里曼丹主要的居民 其实不是华人 它有很少的英国殖民者 和大量的生活方式 离森林部落相差不远的土族人 但是比较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 也只有华人居民 可以说华人居民 尽管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还不到十分之一 但它们实际上是英国殖民地主要的劳动力 和主要的税收来源 丛林中间那些比较原始的部落居民 其实是无法征税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生产 但这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一定很糟 因为热带丛林环境中 很容易有大量的物产 当地人实际上是 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吃饱肚皮的话 你简直就是不用劳动 就是摘野生香蕉和水果 好像已经足以吃的大半饱了 基本上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部落的宗教传统 娱乐仪式和其他各种活动中间 他们基本上不能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 英国人在这些殖民地搞的主要产业 不得不依靠华人移民充当劳工 而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在这些华人移民中间展开 名义上叫做加里曼丹革命联盟 但是革命联盟的绝大部分成员 都是人口不到10%的华人组成的 而这个革命联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50年代后期 逐步地落入了地下党的手里面 这时候 国民党已经败退到台湾 无能为力了 当地华人已经开始 有些人觉得 北京才是新兴的希望了 接下来就是中苏决裂 中苏决裂导致了 双方对亚非拉革命组织的竞争升级 周恩来在广东召开会议 召集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参加会议 而叶剑英写了他那首著名的诗 所谓的赤道雕工能涉虎 叶剑英坐于1956年秋的期律 远望忧患圆圆一世翁 红旗飘渺没遥空 灰亚三杂迷枯树 回燕间乘速旧宗 赤道雕工能涉虎 一临匕首赶屠龙 仅升父子接屯拳 旋转还凭革命功 意思就是说 中国将要在南洋 推行大规模的输出革命的工程 北加里曼丹的革命联盟 在这个时期就最后脱下了他的面纱 正式改组为共产党 而且效仿越南共产党的先例 展开了丛林游击战 这样的丛林游击战 随着马来丛林游击战的失败 也就跟着失败 最后他的残余的人员走出丛林投降 有一部分后来移居到海南岛 永远离开了马来西亚联邦 国民党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建立革命组织 这个不好说 我刚才谈到的这些 包括朝鲜 台湾 西藏 越南 马来西亚和加里曼丹 这些组织是已经存在 而且从事过武装活动的 国民党在海外 弹香山 哥斯达黎加 其他地区的那些比较老派的华侨社区里面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组织的 也是收到过一些钱的 但是因为这些地区属于那种 政治秩序组织比较好的地方 没有发生过武装斗争 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的组织 是在五十年代以后才缓慢衰落的 台湘山那个老营 等于说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了 恐怕比南京和广州的组织 维持的时间还要早一些 因为那些地方是美国的领土 所以他不可能在那搞革命活动 但是当地的党组织 一直到五六十年代 还是在积极活动的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是这样的 他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涉 对他既是福又是货 是福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帮助 他不可能战胜北洋政府 建立新的国民政府 更重要的是 苏联对他提供了一种相当于是公司重组方案的组织模因 依靠这一套组织方式 他才能够搞出比原来更强有力的组织 没有这样的组织 他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动员 抗日战争是无法爆发的 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的势力 延伸到传统的大清边界以外的地方去 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的话 那么国民党不大可能提出 新的中华民族这个意识形态 因为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意识形态 其效果差不多就像恩维尔帕夏1881至1922 青年土耳其党领袖 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强力人物 鼓吹泛突厥主义 主张建立以奥斯曼皇室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国 他把土耳其拖入一战 战败后先后流亡德国 苏俄 后投入中亚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 在帕米尔高原 被苏俄红军击毙 提出的那个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 对新的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 非常危险的负担 如果国民党停留在同盟会时期 那个意识形态的话 他不但不会提出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 而且还会激烈反对这种概念 因为这种概念把太多的意志性成分 引入了他预设的政治空间中间 有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 国民政府就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 类似共产国际的国际性的革命中心 仅仅是这一点 就注定了抗战前和抗战后的国民政府 很难变成西方盟国的一员 因为西方盟国对于东亚的态度 始终是暧昧两可的 可以说 尽管一战前的条约体系已经瓦解 但是他们并不希望任何人的势力 发展到过于强大的地步 日本人占领东亚大陆 是他们厌恶的 进攻南洋的殖民地是他们厌恶的 而国民党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势力 来接替日本人在亚洲大陆的势力 也是他们同样厌恶的 这一方面 英美两国是有一定差异 但基本点还是相同 在918事变以后 日本占领满洲以后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 John Osbrook Simon 1873至1954 第一代西蒙自爵 曾任内政大臣 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 时任迈克唐纳内阁的外交大臣 最初的想法就是 干脆承认满洲国独立算了 认为日本在满洲 有一定的合法权利 而这些合法权利 已经是被国民政府侵夺了 然后李顿调查团1932年 国联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918事变真相 英国的维克多 布尔沃 李顿伯爵 1876至1947 为调查团团长 调查团在沈阳 长春 吉林 哈尔滨等城市 进行了45天调查 于10月2日 同时在南京 东京 日内瓦 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报告书否认 日本发动918事变 是合法自卫 同时承认 日本在满洲有合法权利 建议满洲在中国民意主权下 由国际维和部队保护 实行自治来的时候 他提出的方案 实际上是这样的 建立一个满洲自治帮 这个满洲自治帮 要由国际联盟派出的代表 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 自治帮的主要大臣 要由国际联盟派出去的 专家顾问所肩负 中日两国同时靠边站 把满洲变成一个缓冲国 这种方案 其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实际上是欧洲国际社会 在解决类似的争议的时候 所采取的惯常方法 至少有两个国家 是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 巴尔干的罗马尼亚 和斯堪蒂纳维亚的挪威 再往前推 1830年的比利时王国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这种方法建立的 比利时王国之所以建立 它主要的理由是 英法争霸 英国人不能容许 比利时的侵法势力 脱离荷兰以后 把比利时并入法国 而法国人也不容许 在英和两国 存在实质联盟的情况下 把法国边境 控制巴黎心脏 这个要害之地 放在英国人手里面 双方妥协的结果 就是建立一个 独立的比利时王国 比利时王国 其实不是比利时人 自己想要建立 而是英法斗争 迫使他们非要建立不可的 罗马尼亚和挪威也是如此 挪威是英德竞争的产物 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这些国家 是英俄德三角竞争的产物 这些地方的地位 跟满洲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地位 是一样的 国际社会斡旋的最后结果就是 让当地先空出来 然后迎立一个没有得罪任何人 地位非常中立的亲王 去当这个小邦的国王 然后设置一段缓冲期 缓冲期结束以后 进行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决定他们将来的归属 结果公民投票的结果 一般是让这些争议地区 变成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这样做 企图争夺这些地方的所有大国 都可以差强人意的满意的 欧洲之所以有这么多小国 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这种游戏规则的适用 如果中日两国在 李顿调查团来的时候 都愿意接受这样的缓冲方案的话 那么国际联盟设计出来的 这个东北自治政府和它由国际联盟 负责管理的军队和政府 实际上早晚会把关东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挪威或者是 罗马尼亚式的独立王国的 而这个王国一旦产生 实际上后来由东北而起的 抗日战争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冲突 都不会存在了 你从满蒙边区和东南亚边区 这些暧昧的地带 就可以看出 西方国家对国民政府的态度 是非常暧昧的 他们实际上是采取一个 不让任何一方过于强大的态度 一方面 他们明确地反对日本人 进入亚洲大陆 但是反对程度是不一样的 日本人进入满洲的情况下 他们也采取所谓的使听生 Henry Louis Stimson 1867-1950 曾任陆军部长 国务卿 918后宣布 美国不承认 由武力造成的中国独立 与行政完整的变化 主义和不承认主义的状态 但是不承认的同时 他们也要强调 国民政府也侵犯了 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 这些条约权利产生的时间 比中华民国更早 中华民国没有权力 废弃这些条约权利的 他们调停的结果 是让日本人撤退 但是同时 也要让国民党撤退 是一个各打武士大阪的政策 日本人越过长城 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 他们一次一次 要求日本人撤退的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 战争责任是属于日本一方的 尽管蒋政府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 做了很多宣传工作 但是你从当时的 外交报告上就可以看出 英国的外交报告 是非常坚定地说 责任不在日本一方 证据非常清楚 因为第一是 住在京津走廊的日本军队 是根据辛丑条约布置的 性质上就相当于 是国际维和部队 军事演习 是长期以来的惯例 并不是国民党 所谓的侵略活动 这种军事演习 从义和团时代 一直到后来北洋时代 一直是例行举行的 进行演习的日本军队 带的是空包弹 没有实弹 这样的军队 是不能打仗的 最重要的就是 在事变发生当时 负责指挥 日本军队的日本高级将领 不是在生病 就是在休假 如果真是日本人 打算策划事端的话 怎么可能这些高级将领 全都不在港 军队处在没人指挥的状态下 所以他们并不相信 国民政府 对于战争理由的说辞 而且他们并不想要 认真追究 到底谁是谁非 一味地提出 要以恢复战前状态为条件 促使双方共同撤兵 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条件 实际上吃亏的是 蒋介石政府 恢复战前状态 就等于是国民党的核心地带 已经被打烂了 然后重新恢复战前状态 等于是重新签署 松虎停战协定 或者是唐沽停战协定 这对于国民党来说 等于是他的一切 抗战工作就完全作废了 所以他害怕核约达成的程度 是远远超过日本的 日本的态度 实际上反倒是接近于 以战破核 他主要是只想保证 满洲方面的安全 在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区 已经顾及了皇军的面子 对于内地来说 反而没有强烈欲望 而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如果不能拖住日本 把他拖垮的话 他这场战争 就算是白打了 未完待续 没完 至于